我相信應該大部分的服務業跟現在大部分工作的人應該都這個心態吧 這也不一定 有些人可能是怕被主管罵 有些人可能是習慣的 可是還是會遇到一些服務態度不一定很好的人 不過像我就確定我不能做服務業 所以我根本早都不找這樣的工作 因為就不要去破壞別人的商慾就對了 不要去嚇人家 不要去破壞別人的商慾就對了 所以囉 講到這種工作經驗就覺得越來越嚴肅 和不換個話題 換個輕鬆一點的話題 其實剛剛也還蠻輕鬆的啊 真的輕鬆嗎 我們做工作 就是說什麼是你想 就是想做的工作 或是你想去的地方 這種感覺 用想的就輕鬆了 如果說你有想做的工作的話 那表示對現在的工作其實你有 如果說真的有一個導演的機會 你就去了嘛 會嗎 會啊會啊會啊 那你中央的聽眾怎麼辦 那就是去導完戲之後再回來 哈哈哈哈 然後他們也走光了 不過他們可以帶帶來來電20這個地方 沒錯沒錯 所以來電20我們錄了蠻多集的 每個禮拜這樣子見面 然後可是還是有很多新朋友加入我們 除了在YouTube上面可以找得到 然後在部落格上面可以看得到 其實部落格看是比較清楚對不對 因為它按時間排下來嘛 嗯就是有照順序嘛 對然後Facebook上也有 那Facebook因為它是按時間的 所以有些 如果說你今天是第一次接觸的話 那當然還是希望你從第一集至少聽一下吧 Demo的 嗯 然後了解一下大概是什麼 什麼情況這樣 可能就不會覺得說這兩個人怎麼那麼 唐突 哈哈哈哈 不會每一集主題都不一樣啊 不會很一樣啊 大家可以選到 就是沒有編輯的瑕疵 對我正要講 即使設了主題 最後內容也聽起來可能不太一樣就對了 哈哈哈哈 很妙欸 怎麼會這樣子啊 這就是隨性的感覺啊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來轉個話題 可能可能太多人的生活都是感受不到隨性 嗯 現代人是不是都感受不到隨性 要講心靈層面的話 對啊我覺得是齁 現代人 你覺得你可以為所欲為做你開心的事嗎 我覺得我比多數人可以 就是說你也是享受在這樣的情況中了 我很 因為這個又要談到星座 好 那我們最後的幾分鐘我們就來講星座 上一次是水瓶嘛 如果你沒有聽到水瓶的那一集來電二十的話 你可以現在打關鍵字 是的 來電二十 是 來電二十 然後你就可以找到水瓶座的那一集 你自己聽聽看啊 維珍又化身星座小老師了齁 他第一次是跟大家捧希水瓶座 那今天來講個 牡羊座嗎 你自己是 牡羊啊 好 還是要講天蠍 你是天蠍嗎 沒有講你啊 牡羊我相信牡羊 牡羊我先說我的印象是什麼 對 大家的印象 我覺得牡羊我自己喔 可是那是因為我的朋友的關係吧 我覺得牡羊蠻博愛的 可是他就是欣賞 就是他很容易欣賞對方的好 然後就會喜歡對方 這就是我的印象而已 然後感覺牡羊溫溫的就這樣 牡羊那你可能遇到的是 A型或AB型的牡羊 有可能是嗎 這麼專業 牡羊通常是很容易一頭熱的 可是他的熱不一定會表現在外在 因為我也遇到看起來非常的 文質冰冰的牡羊 但是他很容易對事情就是三分鐘熱度 所以牡羊通常做事很容易虎頭蛇尾 前面的時候都想很多 然後做的格局很大 可是最後結果不一定能夠好好的收拾就對了 可是他基本上他都會有一頭熱的現象 這可能是你講的博愛吧 喔就都有興趣 對他是真心的 他是真心的愛 但是愛的時間不長 那這樣 這樣子聽你講起來 誰敢跟牡羊做的女生或男生談戀愛 所以阿牡羊那如果 那時候告訴你他喜歡你的時候 你就趕快跟他說 對對對我也喜歡你 趕快給他回應 不然他會很快就冷掉了 不要在那邊矜持啊 或是玩那種欲情故重的把戲 因為牡羊做的愛情的思考很單純 你跟他玩欲情故重他沒有耐心 他其實在喜歡你 可是牡羊做最喜歡的是自己 所以他會為了自己而離開 他不想那麼累他就離開了 所以如果說我們今天欣賞牡羊做的男生 或牡羊做的女生的話 我們要怎麼樣攻略你覺得最有效 如果對牡羊做的男生來講的話 牡羊做的男生就很喜歡當騎士 所以呢你只要展現出你需要受到他幫助的一面 你不要說我的車壞了 可不可以幫我加個水 不會不會 牡羊做的男生即使他不喜歡的女生 他也會展現他騎士的一面 他很享受當英雄的感覺 所以找他幫你的忙 但是不要找太複雜的 因為他也不太不太善於處理複雜的事情 然後會覺得太麻煩 然後可以拿一本書說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這個字怎麼讀 可以啊 但是我先揪著你的談狗語 對啊 男生是這樣 然後女生的話 其實牡羊做的女生 這樣講我會害羞 不會害羞啊 我覺得你現在很想要發表啊 趕快 真的嗎 所以我就說一頭熱 牡羊做的女生感覺就是 真的會比較強悍啦 但是事實上他在找的也是一個可以說服他的男生 就是在能力上可以說服他的男生 牡羊做的女生通常喜歡兩種男生的典型 一種是要比他強很多 他就會 可以省去很多麻煩 反正聽這個男的就好了 一個就是比他弱很多 因為他不用麻煩 他就只會這個男的就好 所以會有這兩種極端的差別 所以牡羊做的人算是一個好溝通的 好溝通的 但是別人會覺得不好溝通吧 可是不好溝通是因為別人 有時候溝通會想太多 反而牡羊做會覺得很不耐煩 有些話就直接講就好了 所以跟牡羊做的人可以直接說 直接說 那我們上次講了水瓶嘛 那這次講了牡羊嘛 那水瓶跟牡羊有什麼差別 水瓶跟牡羊的差別是 水瓶做的你比較不容易知道他真正的想法 牡羊做的是你太容易知道他真正的想法 可是他的想法只有想一下 現在就過了 所以水瓶做的溝通的方式 可能你要用一些智慧 他喜歡有智慧的對談 大家可以多讀老莊之後 再跟水瓶做聊天就有感覺了 那你要跟牡羊做的談話的話 你就要保持一點同心 小孩子的感覺 小冰冰 小小冰 小小冰 迷你冰 小小冰就有點成熟了 因為真的牡羊座 他也許沒有表現出來 但是他某方面你會發現他滿天真的 甚至是不切實際 真的 我真的沒有發現這面 不切實際有 我長的很深 心事重重 大家都十二指強那邊 心事好像重重 所以就是有這一方面 但是當然因為他可能之前被人家取笑過 所以他就不太愛講 別這麼說 他就會發表在他的部落格上面 然後罵得很慘 可是流量比那邊20少很多 對啊 所以我覺得 藉到征服美羊座 或是男生或女生都蠻容易的 所以我們通常 上次我們在聊星座 然後我都會問 維珍說 你覺得母羊 今天講母羊 母羊是12星座 當中的最什麼 最 最單純 呵呵呵 你要摸著你的糧食 如果還有的話 不是我的單純的意思 不是說做人很好善良的那種單純 而是他 他可以想很複雜的事情 但是他不喜歡想太複雜的事情 可以說最直接嗎 也可以講最直接吧 他不喜歡麻煩的事情 好那如果我今天喜歡一個母羊座女生 我說我喜歡你 他說我不喜歡 那要是還是不是 如果母羊座的女生說不喜歡 就是真的不喜歡 好傷人喔 而且母羊座的女生不喜歡的時候 有些女生 他喜歡人家追求 即使他不喜歡這個男的 母羊座的女生被不喜歡的人追求的時候 會很想 我想追他 就是他自己還是追對方 就是一起追 就是會天啊你不要再來煩我了 那我下次看見你我就要說 維珍我真的很不喜歡你 他就有人說再說吧 再見 所以碰到母羊座的男生跟女生 我們可以很直接的告訴他 可以告訴他 但是我不保證他會不會生氣 但是我可以保證一件事情 是他生氣以後很容易忘掉就是 哈哈哈哈 所以我可以定義母羊座 其實過了就忘了 過了就忘了 不會把那些 生氣的點放在心裡 即使他記得啦 他會記得但是他不會 不拘小潔 對啊 這樣跟天蠍好像 因為我自己是天蠍的你知道 我也是不拘小潔 我不拘大潔跟中潔 有點拘小潔 可是母羊座的不拘小潔 第一個他本來就害怕 第二個是因為他自私 可是這個自私是有好處 因為他覺得一直記得這些事情 讓自己心情不好 幹嘛呢 何必呢 何必為難自己呢 我幹嘛去為這些人為難我自己呢 算了不要理他們了 所以他就不會去 我覺得你講星座 真的好有說服力喔 應該拍起來了 你看那個手勢這樣 是跳美人計嗎 還是七上八下 這些都是對我來講太新的事情 突然這樣聊聊 我就也好想要了解一下巨蟹座 巨蟹 可是一定要放在下一次嘛 真的可以hold住 沒錯 那所以這次的母羊座 你得多說一點 讓大家有母羊座的朋友 情人要攻略 或是自己就是母羊座的人 多了解一點 最後的一分鐘 可是因為我自己是母羊座 我可以這樣講啊 你如果要跟母羊座相處呢 我必須得說 你必須要非常非常的包容力 因為母羊座真的是比較情緒性的 而且他情緒一來的時候 他不太會顧到別人的感受 但有時候他不是故意的 可是我也要告訴母羊座自己的朋友 就是有時候你忘了別人沒 哇塞 真的耶 對啊你覺得你過了別人沒過啊 但是要跟他在一起的人 你就真的要接受這一點 好 我最喜歡問一些比較突然的問題 好來啊 好 如果現在有一個母羊座的男生追你 跟一個母羊座的水瓶座的男生追你 你要選哪一個 水瓶母羊怎麼選 水瓶跟母羊 我會選水瓶吧 哈哈哈哈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 母羊跟母羊都太有太主觀了 太強烈的主觀性了 所以通常會各不相讓嘛 可是水瓶座的通常比較會有 智慧的長者的感覺 他會引導母羊座 母羊座就會覺得 哇對啊好厲害喔好棒喔 好吧那我就聽你的 我覺得聽了感覺真的 我不瞭解星座的人 感覺給我一個意有未盡 好那我最後問一題 這題一回答完 這集的時間就到 我很想談一個戀愛 一個男生非常想要談戀愛 如果他要找12星座裡面的女生 要找哪一個星座 如果都都可以的話 你覺得找哪一個星座 他會最讓他覺得 最舒服最浪漫最甜美 如果要舒服浪漫甜美的呢 就是找雙魚座跟天秤座 但是呢你會談到後面的時候 你會發現 你怎麼突然不太認識這個人 雙魚跟天秤 如果男生找女生的話 雙魚跟天秤 那如果女生找男生的話 女生找男生我會建議 如果你要堅定的感情的話 你要找獅子座 獅子座 跟天蠍座 喔天蠍座 耶 Buck天蠍座 有時候還是要注意一下 天蠍座 可以收尾了 兩種下次再說 掰掰 比堅 一點點 比堅 讓你讓我休息再說 choix 有時候 佛今天 還好 焚